很多人都听过这么一句名言 生命在于运动 禁止使人长寿 那么生命的长短是否和运动有关系呢 有科学研究表明 一定的运动可以使身体更加健康强壮 但是过度的运动也会导致身体机能过度消耗 缩短寿命 那么是不是只休息不运动比较好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一 人是一个生命体 生命本身就是不停运动的活体 就算人在睡觉的时候 人的心脏、内部器官、血液、细胞等 也从未停止过运动 一个人若是缺少运动 会经常感到疲劳、情绪抑郁、记忆力减退 而运动则可以使人改变这种状态 让人充满活力和自信 二、运动会加速身体的新肠代谢 大家都知道 衰老的过程就是身体细胞在不断氧化的过程 但过度的运动会增加大量的活性养 使人更快的衰老 所以运动虽好 但一定要适量 三、都说禁止使人长寿 那么不运动会发生什么呢 如今的社会 人们生活节奏很快 大多人忙碌了一天 回到家吃了饭 打打游戏 看看电视后就睡了 长久下去 身体就会慢慢出现疲劳等压健康状态 各种各样的病就找上门了 所以适量的运动 适当的休息 劳逸结合才真正是健康长寿的方法 话说大家喜欢运动吗 你有什么养生的好办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观看本期节目了解更多 请关注我们